男主成为女主的贴身家庭教师监管家 每天还要和另一个家庭教师接吻一百次 这种神仙剧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2019年10月就有这么一部动画《刺客守则》 先是牛头人剧情 接着是末日剧情 紧接着是养成剧情 这么多哇塞的剧情全都拼到一起 你确定不把它看完吗 故事开始提到的玛娜是可以收入人类各种各样的艺人 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得到的恩宠 一般被选中的人在七岁左右就会觉醒玛娜 而女主是在他骑士公缺之一的 圣骑士安吉尔家的女儿 他迟迟没有绝情玛娜 于是女主的爷爷怀疑女主不是他儿子的亲生女儿 所以托了一位艺术百叶骑兵团的刺客男主 去到了女主身边调查 表面是作为女主的家庭教师 实则是让男主确认女主是否有玛娜能力 如果确认没有就暗杀她 男人第一次见面实在是特别的尴尬 因为女主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 然后发现自己穿着裙子 然后紧张 然后就掉了下来 然后就被男主给抱住了 而也有了肌肤之心后 显然女主就肯定死不了了 男主作为家庭教师 也一同去了女主的贵族学校学习 他目睹了女主作为唯一一个 没有玛娜能力的人 被同学们嘲笑欺负的场面 女主的梦想是进入圣都亲卫队 成为人们的希望之鉴 但对于没有玛娜能力的他来说 是天房夜谭 在男主确认女主没有玛娜后 他便在当晚决定执行暗杀女主的任务 他认为结束女主悲苦的一生 是他刺客的慈悲 可男主去他的房间却没有看到人 最终在街道上找到了他 这时的女主正在与最低级的怪物战斗 虽然是最低级的 但女主也毫无招架之力 他被揍得很惨 但能不求援 只能躲在暗处的男主想了很久 他为什么不求援 而怪物在要剪掉女主头发的时候 男主才知道他不求援的原因 大致一丝就是说 女主必须加入轻微队 证明自己是亲生的 而且头发可是母亲的遗物 因为颜色一样 所以他一定要守护好 而躲在一旁的男主听到这些话后 就突然深受感触 脑袭气的出手相救 男主想见识下 在这残酷时间战斗的高贵女主 被食人等同的一天 于是对女主说 把生命交给我怎么样 她有办法可以决心玛娜 但失败的话可能会死 女主愿意尝试 于是男主拿出了密钥 用嘴为女主和侠 他将自己的玛娜分给了女主 女主成功地获得了玛娜武士阶段 可她的家族历来都是圣骑士阶段 男主和女主在学校公开赛那天 在亮相她的玛娜能力 而在这期间 男主还需要替女主进行全身检查 对于改变自己命运的男主 女主当然不会定色 所以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意检查哦 很快就到了公开赛这天 女主因为太紧张而战于全无 一直欺负她的尼尔娃 因为看不起男主而激怒了女主 女主第一次回击尼尔娃 说等火会打败她 这次公开赛 女主的爷爷和父亲都来了 而在比赛上 女主帅气的是用玛娜打败了尼尔娃 结果就这样收复了一个傲娇迷妹 因为剧组给尼尔娃强行洗白 一直欺负女主 是因为想和她做朋友 感情欺负人也是一种交流 我想和你做朋友 所以我要欺负你 这解释太强了 而打败尼尔娃的女主 第一次有了勇气跟父亲说话 几点的这一天 男主正好不在 女主和她的堂姐妹爱蒂斯 一起被黎兵戏兵团的威廉金给抓走了 金也是爷爷派来的 她奉命将爱丽丝的圣骑士位阶 转移到女主身上 原来爷爷发现了女主的位阶决性 出了问题 女主和爱丽丝都没法使用玛娜 但女主竟可能利用一切东西战斗 最终 恶人的家庭教师及时赶到 金放出了终极武器 幽灵琴美娜对抗男主 设计底练是人类去对打不过的怪物 金还用绑带封住了男主的部分玛娜 金来的是男主还是打倒了琴美娜 这次男主变成了吸血鬼 她是人类和吸血鬼的混血 金被吓坏了 但男主没有杀她 而是他那回去跟爷爷说 在女主的身上发现了圣骑士位阶 接着到了学校的月光女神选拔站 选拔站由女主的学校和姐妹学校 共同展开 两个学校分别判出两名月光女神后部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今年的后部生是女主和爱丽丝 这是没有人料到的 大家都怀疑女主做了手脚 女主伤心的无法解释 只有男主默默支持 信任她 女主的对手是爱丽丝 这也是本家和本家血统的一次战斗 当我男主找出了 偷换后部名单的罪魁祸首 就是爱丽丝管家奥塞罗 奥塞罗看不起女主 希望爱丽丝拿到女主 一旁的女主出生 会证明自己并不无人 然后请求奥塞罗同意她和爱丽丝组队 从小爱丽丝很喜欢 一直保护着自己的女主 管家这次的做法 让她很失痛苦 等到选拔站的这一天 爱丽丝对着女主说出了心声 她不喜欢被关注 不喜欢当第一 总是避免和女主对战 只是不想承认女主比自己弱 爱丽丝天真的说出了内心话 都是不加以修饰 女主听完肯定就不乐意了 我咋就比你弱了 你瞧不起谁呢 在经过六天的艰苦训练 女主帅气的达到了爱丽丝 并对爱丽丝说 以后只许依靠我 咱也不知道爱丽丝到底放水没 反正爱丽丝倒是说出了 自己真正的目的 只想一直做女主那个 可以撒娇的好妹妹 姐妹感情绝对不是塑料的 可这时一位叫马迪亚的人 突然出现要娶女主的血 但男主及时赶来把她搞走了 马迪亚是白夜骑兵团的人 他这次来是怀疑女主的马拉能力来源 男主不允许他继续调查 而人的实力都不分上下 在选麻战结束后的夜里 参加战斗的同学们 偷偷聚集起来狂欢 被苏管发现后 爱丽丝的交情教师 就假扮成亡联心脏的魔女 把所有人下的魂飞魄散 男主也参与了下人 目的只是为了带四次小猫女回家睡觉 真的只是睡觉 而且还是男主不睡觉的那种 作为家庭教师 可真是操碎的吸引啊 很快到了学校的严修旅行 爱丽丝的家庭教师突然请求男主 假装自己的恋能 因为他被逼婚 只好跟父亲谎称有个恋能 还是一天吻100次的恋能 无奈的男主只能统一 一排的女主看得可吃醋了 这次旅行的地点是香哥尔塔 正好是家庭教师罗塞蒂的家乡 罗塞蒂的父亲普利凯特 是这个地方的管理员之一 男儿刚到香哥尔塔 在集会上有名同学突然昏倒 通过普利凯特的魔术 判断出凶手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有些大家都开始怀疑男主 因为毕竟这是女子学院 哪里来的男生 而香哥尔塔还流行出一种怪病 得病人失去理性 追求杀戮 所以他们会对症状严重的人 进行灭杀处理 之前男主和爱丽丝的家庭教师 太过亲密 于是女主的出坛子就被打翻了 所以夜里男主带着女主 去了个很漂亮的中午冬约会 这让女主很开心 本来她觉得自己对男主了解太少 而难过着呢 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就没时间让女主难过了 因为普利凯特 收留的一些孩子都离奇的 死在了教堂 全部都是被吸取经济 没有外伤 大家都更加怀疑是男主做的 而正好男主又不见踪影 女主很担心男主 决定去找出真相 很快女主找到了普利凯特 沿进他人进入了神秘店 在神秘店找到了可疑的地下牢笼 里面关了很多当地著名的尸体 他们都变成了尸鬼 可见他所谓的流行病 根本是居民被利用做实验的假象 这时女主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知道有事情发生了 跑回教堂却看到了 死去的罗塞蒂和昏迷的艾蒂斯 晚上又传出了普利凯特 被袭击的消息 而且现场留下了一次男主的 马拉能力的火焰 瞬间 镇上的人都要抓女主做人质 引出男主 因为普利凯特是全镇人最尊敬的人 女主逃走了 为了找出真相 他进入了一个普利凯特和男主 都不让他靠近了洞穴 在里面 见到了很多普利凯特的实验日记 这时变成吸血鬼形态 而失去意识的罗塞蒂出现 要杀了女主 幸好男主即时现身 与罗塞蒂对抗时 也显出了吸血鬼的模样 原来他不仅是吸血鬼 还是最高形态的吸血鬼 男主不愿意这副模样被女主看见 想要消除她的记忆 女主问到自拒绝了 他说 喜欢这样的男主 甚至吻了上去 男主便跟女主说了声事 友情提示 以下剧情速度极快 请谨慎观看 7年前的男主和罗塞蒂 是一起被普利凯特收养的孤儿 那时候的他就已经在帮助 一只很厉害的兰坎斯洛普 做关于诗鬼的实验 而这个兰坎斯洛普 我一直没有提过 是因为本来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 也是建立在世界 突然出现很多这种怪物 然后人类差点被杀光了 幸好建造出了一座堡垒 得以保留最后的人种 这种魔力题材绝对 是种多人喜欢的 但是男主和罗塞蒂早就被打死了 不让罗塞蒂被吸血冲动所折磨 男主封建了罗塞蒂的所有记忆 纳克亚就是这个怪物种族中的头头 男主帮助骑士团打退了纳克亚 并加入了百叶骑兵团 现在纳克亚吸血重来 为了打破纳克亚的计划 女主帮忙在教堂唤醒了 被控制的罗塞蒂 然后找出了纳克亚 纳克亚被引入了中路洞里 由恢复记忆的罗塞蒂和男主一同打败 罗塞蒂好不容易想起了一些 男主又要封印他的记忆 希望他能够在阳光下快乐地活着 男主承诺会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 布里凯特之所以跟怪物同流合污 都是为了救醒自己的妻子 最后男主帮忙把他的妻子变回了人类 现在妻子回来了 布里凯特也去自首了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或许还能短暂接受 但接下来还有三集的内容 简直就是想另一部动画 另外女主的进步十分明显 校长甚至让一年级的她和爱迪斯 一起去试试三年级毕业生的毕业认定考试 结果有个公爵召开了秘密会议 认定了女主的位阶 并不是圣骑士 众人们都纷纷肯定 女主不是安杰尔家的血脉 公爵打算将这真相公布于众 第二天 有个戴面具的人 公然在学校里称女主 为她的女儿所有就逃走 为了打消大众的舆论 男主让女主要通过这次毕业认定考试 女主和爱迪斯等人进入了考试会场迷宫图书馆 男二进入一半就出现了怪物 女主和人在里面与怪物战斗 这是黎明戏兵团排来的 和女主的父亲来到了学校 打算把女主给带回家 最终女主他们完成了考试内容 得到了合格认定书 认定书上写着位阶等级 结果却被人给抢走了 还将女主给带到法庭之上 接受公爵审判 虽然位阶是武士 但也不能绝对证明血统 女主发自内心的声明 她的父母是那样的恩爱 并承诺自己一定会加位努力 成为让安吉尔家自豪的武士 共去同意让她证明一次 于是排除了妹妹跟她打一架 然后打赢了 观众就瞬间开始相信 女主的血统了 随后还是发生了一些意外 然后男主和女主一起打了一架 打赢了 关于这场女主 是不是亲生的话题 就此终结 女主能力得到了大家的恋科 也包括了她父亲的恋科 因为她父亲突然想到 自己曾祖母的那一代 也有亲戚是武士未接 所以她父亲同意让她继续上学 只让女主高兴得她痛苦流涕 而父亲也很高兴 她没有被绿 看完后我确实没有骗人吧 刘斗恩剧情有了 末日移载也有了 还有从头到尾的养生剧情都有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讲 这部平分4.9的动画 那么就是我同样也是被开头欺骗的小可爱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部存养生戏 或者甜甜的存爱翻 或许观影体验就会更棒 千万不要以为一世界 就是各种史莱姆格布林 男主的外貌在不崩坏的画面下 还是挺帅的 而对着他们的衣服就更不想吐槽了 双A的身材加上在个性的衣服着实很调戏 小时候没有时间去看 一切评价都是以动画为主 你无法理解这个架空的世界背景 所以如果愿意露坑的小伙伴 你就专心看着男女主就行了 其他的你可以不用过多考虑 因为你再认真去看 你也跟不上她的剧情跳跃 可怜着娘头人的展开 最后就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 那个开头被杀死的大哥似乎有点惨啊 设定真心不错 但是动画后剧的剧情太太太太太 太什么就留给观众来说吧 我是少年因为命令又可爱的九七年代孩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